2020年香港抗争确实帮了台湾大的忙 而且香港的抗争有没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全世界开始看到 这老公是这样子的 所以后来全世界开始对中共警惕 所以香港的抗争事实上重伤了 习近平的政府的威信 国际的形象 习近平当然看不出来 他不懂 必然会发生的 因为其实在中美的新冷战 在前几年已经开打了 就是川普上台之后 发动贸易战 科技战 其实已经开始了 习近平对付香港 也有这种考量 就是因为面对整个国际威胁 还是那句话 让外必先安内 他现在要对抗整个西方世界了 他发现势不两立了 这个时候要对付内部的人 内部谁最自由 谁最可能成为反对共产党的灯塔 那就是香港 所以他要把香港完全给吞并掉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听说 本来是香港回归不久 是200几年 就想推动什么 23条立法 23条立法就是讲 谁爱国不爱国 搞这个东西 香港人反抗 一反抗 后来到了警局 说这个很难搞 就尽量移民 派很多人来 就是稀释香港人 可是这一套也没用 你看他反送中 从中国来的 他也上街 好不容易香港有个独立的司法 送中就没了 你看周强讲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说这个司法独立 三权分立 是错误的 我们要敢于对司法独立亮剑 你记不记得 对 那香港人怎么吓死了 还不允许这个 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 进入中国的校园 所以香港人就一看 送中就不得了了 我相信那个里面很多 示威的很多大陆来的 甚至很多的在香港的 应该您可能清楚 可能接触过 就是那些红二代 那些太子党 都把钱放在香港 现在香港国安法来了 他们其实也是 很害怕的 对 他们也把钱 都要送到新加坡去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 看来中共搞到今天 其实应该也差不多 该垮台了 我来看吧 关键是 看他还有多少资源 可以消耗 他今天的维稳成本 就是维稳的经费 就是历史最高 他还要把大量的资源 放在军队上 因为他军队是他的枪杆子 那这样的话 他其他方面的支出 就会减少 相当于减少 所以说人民就可能会有不满 在经济发展上面 就有问题 但是他这是没办法 他必要有个取舍 就是你想继续的改革开放 引入外资 把西方资本都引进来 但是呢 这就会造成 中共对这个地方的控制的瓦解 还是说 你放弃一部分改革开放的成果 你把这么多资源 放在党政军上面 去巩固自己的这个对全国的掌控 他很明显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对 但是这样做的话呢 短期内看似他更安全了 他监控的更严密了 花了更多的钱去安装摄像头 然后这个AI的这个整个数字帝国建立起来了 这是短期内 他是感觉了自己更安全了 可是长期来讲 他把那个蛋糕就没有办法再越做越大了 甚至越做越小 他只是在越来越小蛋糕当中 这个分配啊 稍微改变一下 就是内部的一个财富在分配 那这样的话呢 你蛋糕越做越小 然后你只能通过分配的方式去弥补 拆了东墙补西墙 那最终结果就是资源耗尽 资源耗尽了 那的结果就很显而易见了 对啊 所以你看像那个北韩呢 金家也是个大笑话 那金家这位人讲说 他为什么能够拱物政权 有外部输血啊 对 而且等于说黑到老大给抵了钱 所以他们等于是跟黑帮绑在一起 一起欺负老百姓 那你北韩还小 你中国这么大 你能够有多少钱一直往下分 所以2022年可能是个拐点 怎么说呢 那个中国这个GDP啊 说要接近美国嘛 这个21年好像到了75 22年掉了70 23年掉了65 这22年应该是个拐点下来了 下以后 那么他跟美国这个越来越大 他说要赶上美国 这个东升西降 大概我看是没什么希望 没戏了 已经没戏了 这这个形式已经完全变了 对 那他想靠自己来推动经济成长 我看不太容易 所以说他现在就要花更多精力搞宣传嘛 就是要给大家洗脑嘛 就让大家真的认为 好像厉害了我的国 然后我们可以对抗欧美了 然后他们就是没落了 他就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制作这些影片啊 这种大外宣啊 他就投入到这个经历 如果说像过去改革开放时期 是我成长的时代 是胡锦涛时代 上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外宣的这个经费没那么多 真的经济在成长 大家看得到 所以他有一定的执政合法性在 其实那个时候 大多数中国人是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自由 去换取一个安定的繁荣的 而且未来有希望的生活 这是在江湖时代 没错 但是现在呢 就是这个形势完全改变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像东德 东德的这个共产党垮台很细举行 1989年10月7号 举行建国四周年 大阅兵 好像如日中天 没想到一个月之内 他那个总理被其他那个中安委 叫辞职 这是什么 安拉克 那很有意思 后来大家说叫辞职 然后安拉克看看说 我也赞成我辞职 马上11月柏林文强倒塌 还不到一年呢 被希德就合并了 这中间真的 1989年10月7号 到1990年10月5号 差两天一年 就是没了 这个很有趣 如果中国这个中央这个政权 比方说 扣不住了 它到底会什么变化 那就看它是 它死的方式是什么 死亡的有好几种方式 万一习近平想不开了 要在台海发动战争 甚至在南海 跟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他必须要树立威望 那万一这个仗打输了 或者是出现兵变了 那就是另外一种死法 他打赢的可能性不太大 现在它只能面对的不是台湾 或者是面对东南亚的国家 它面对是整个西方阵营 它没有任何胜算 当然了 其实不要看日本 我是说 先说美国在旁边看 让这个中共跟日本再打一仗 我们中国败的 不会比甲武士战败的 恐怕还是更惨 现在火箭不是掺水了吗 当时是炮弹掺沙子 就是一个意思 我个人觉得台湾的位置 还是蛮乐观的 因为主要是 中共现在搞得太差了 所以说像去年4月29号 Fox News公布了一个民调 就是雷根总统基金会 公布的民调 关于国法的 那里面讲说 美国77%的人认为 中国是敌国 68%的人认为 台湾是盟国 72%的人认为 如果中共攻打台湾 美国应该立刻承认 台湾这个 主权独立国家 那么这个数字非常高 我相信这个 中共不可能 连这个都不知道 所以中共只要一打 立刻宣布独立 不用犹豫了 没有任何悬念 你是敌人吗 你就要消灭我吗 对吧 这个民族建构 他这一打 比您干十年 这个事都还快 真的 所以我说 可能台湾完全摆脱 中国的纠缠 这个最后 你们一脚 还得靠习近平来帮忙 现在也是靠习大大 在加速开倒车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大概聊讲 您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 我想有一个个人问题 就是觉得 您现在从事这个 做这个公共的事务吧 跟您以前做生意 做企业家 您的这种感受 或者个人的这种价值的体现 有哪些 您觉得不同的地方 其实这个也很有趣 我是20年来 我研究佛教 佛教讲说 其实我们这个人 做的事 背后很多姻缘 这姻缘大部分 其实你也控制不了 到了时候 姻缘具足 你就做这个事 像我来讲 因为我以前讲 我说我2000年 开始研究两岸的问题 后来我这个 09年退休了 退休之后呢 我三个月时间住纽约 一半时间住台湾 三个月时间住香港 新加坡很少去 那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 这个关于两岸的思考 现在看到香港的情形 我觉得回来 康中保台 这好像也是个缘分吧 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就觉得 我是处在很特殊的一个地位 为什么呢 第二 台湾有所谓本省外省 像我是一岁半来台湾 我算外省 外省族群很多 跟这个大陆这个民族情节 什么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跳出来讲 比所谓本省的讲 有利益 我可以骂这个外省 你们当时来台湾骗 什么反攻大陆 现在你连共欺负台湾人 是忘恩负义 能这样做人吗 我可以这样讲 一般本省的办法家 我这有这个特殊地位 第二就是说 这个经过二十年来思考 其实我这很多问题 想得很成熟 那么另外有一次 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我企业家 我做这个完全没目的 纯粹是做公益 公益的话 我做公益 我自己有钱 我不用去跟别人要钱 所以我几个特殊的 可以独立 反正造就我说 现在我那边蛮特别的 别人我有点 独一无二的这个情形 那我就觉得 必须要做这个事 很享受做这个事情 挺有意思 而且你会觉得 像我们俩都搞自媒体 你会觉得 现在很过瘾的这件事 人类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说 现在一个人家里面 可以讲一句话 几十万人看 过瘾 对不对 这也是很有趣的 可以让很多人 看清楚这个形式 平时他们 可能有别自己的生活 平时没有时间去读书 没有时间去看新闻 那么他看到我的内容 我可以把它的浓缩 然后同时加上 我个人的见解 这样的话 就可以改变他们的 很多思维 有很多人 这个底下留言 说以前我是粉红 但是看了你的节目 终于恍然大悟 我看有人对你评论说 非常简洁有力 不像有的长眉大论 现在人都是喜欢看短的 所以能够综合一些观点 很有简洁有力的方式 表现出来 其实这也是你的特长 因为我以前 在中国基本上上学 后来我回去工作了几年 但是主要是上学 所以说我想问您的 就是说您在中国大陆 也开过工厂 也做过生意 也跟很多中国的企业家 中国的官员 有这种交往 您觉得现在跟那个时候 或者您离开的 中国大陆的时候 跟过去 您在跟中国很热络的时候 有哪些巨大的差异 这很有趣 1988年我第一次进大陆 在北京 我看那时候言论 自由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是最最自由的时候 什么话都讲 我说中国人是 跟我想的不一样 89年 六四 一片肃杀 八年都没搞 我有五年不敢进中国 到94年 我被那朋友拉了去 那时候见到江泽民 还有曾庆红 曾庆红还请我吃饭 没意思 当后来从这个 94年一直到2000年左右 基本上改革开放 火落的时候 那时候官员 绝对不跟你谈这个政治问题 绝对不跟你谈什么台湾问题 就是跟你拉生意 就是做生意 然后在各地方 这个官员竞争得非常厉害 那时候 台湾有人误会说 我跑到大陆投资 其实2000年 我底下的有些干部 他们决定辞职 跑到大陆去 自己新创事业 那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去 我也拉不住你 不过以后 大家合作一下 搞不好 以后还可以病回来 所以你们去我 你募资什么 我帮你点忙 那当时我找了那外资 什么包括日本软银 什么投资 那个叫苏州 河建 我给他取名 叫郑河建 河建 然后在苏州 那在去的时候 很多的地方官员 对我们讲是不得了 等于是红地毯 那什么警车开到 而且富江竞争得非常激烈 我到了无锡的时候 那无锡书记跟我讲说 你千万不要去上海 那张江工业区 以前是那个 都是流沙 你打一万根钢筋下去 第二天早上 一个人都找不到 我说你 你哪天掉上海去 怎么办 很有意思 所以那时候 看到很多他们那时候 就是招商引资 真是积极 后来到 我觉得这个谈两岸问题 到了2013年 还很自由 后来就不行 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 2012年上台 2012年上台 后来就不行了 我2013年3月 在北京他们有个两岸座谈 我来讲说 你们老是叫台湾什么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才谈 承认所难 一个中国就叫台湾 题都来见了 这没道理 而且说两国 老是骂李登辉 骂陈水扁 两国怎么搞出来 就跟毛泽东伟大杰作 好不好 他不是搞出来 人民共和国 怎么会两国呢 你自己搞出来东西 当然不能讲 我就可以讲这个话 后来他们这些人 都开始 就是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 到了2019年看 不行了 这个以前的那种改革开放 大家还敢讲点话 听点话 没有了 现在不仅说不能讲 甚至还有表态 还有效忠 那糟糕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台商 那这些人 你有没有接触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不尽快撤离中国 或者说在中国的生意 还有存留多少 来不及了 现在很多人跑 东西卖不掉 就是说有黄无事 不得你价价卖 卖掉了 钱也拿不出来 所以就跑不掉 照顾人间 就是这样子 您很有幸运 就是能够提早的认清楚 中共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我其实一直都很清楚 因为我以前 两件事 我提出这个 所谓统一需要经过公投 我是江台军 我就想他们学点文明的 这个文明程序 程序正义 现在中共通过各种方式 对台湾的渗透收买 有多么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尤其是你看 透过这个公庙系统 台湾的民俗公庙 势力蛮大 这里面都有中共的渗透 黑道渗透在里面 当然政府各级官员都有 所以说这个要 用新的国家论述 强化大家对台湾认同 对抗病毒 打这个疫苗 慢慢地把它这个 这种影响 也把它消化掉 那我们聊个另外一个问题 你50万的粉丝 就一个人来做 没有什么助理 团队 没有一个人 完全是一个人 我做这个节目 因为以前 我是先写东西 但是我写东西 在中国 我当时用微信公众号写 连续被封了三个 然后经常有敏感词 发布出去 然后你又不知道 敏感词是什么 一天几千次的文章 你怎么知道 哪个是敏感词 然后得一个一看 我就猜 自己猜哪个是敏感词 删掉 再发一遍 还不行 看来不是这个词 是别的词 太痛苦了 反正后来 我是决定了回流 回到加拿大 然后就开始做YouTube 就非常自由 而且这种背后的动力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就是这种仇恨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思想 一方面这种被蒙骗 但是实际上 它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我会尝试的 去看一些这些东西 想了解一下历史 那也有关系 你不看 你也不会发现 自己被蒙骗了 但是我想去看 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 就是我家里边 曾经被共产党迫害过 所以说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我看到您这儿 有很多收藏 我们家以前 也有很多的名人字画 我记得当时在49年之后 共产党来了 然后曾经派 当时北京的文物局的人 到我们家 然后去看一些字画 然后就记录在册 你们家有这个 12345 记录之后 还跟我们当时的家人说 这些很多都是 国家的文物级别的东西 说不要轻易地卖 这是你自己留着可以 但是不能卖 就编辑到册 据我爸爸跟我的回忆 说当时家里 正板墙的字画就好多 结果文革时期 就是基本上全部复制一句 就是说这些东西 都是无价之宝 复制一句 是红文明长 哪里把它烧了 还有自己烧的 因为你怕 就变负资产 对 这是负资产 让自己就可以很惨 我们家已经是 历史反革命 加现行反革命 你们家家是不错 你们以前做什么的 我们如果追溯的话 就到乾隆朝了 就是要追溯到乾隆朝的大学士了 一品的 然后后来这个家族应该很大 然后慢慢慢慢 所以我们可能是官越做越小 但是十几代 都是在朝廷里边做官 到民国前期 就是还是大清帝国时期 那个时候在刑部上班 在刑部 就是我爸 他的祖父辈跟他回忆 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大清帝国关门了 就要给这些官僚 送遣散费 用马车拉着一箱一箱 那些银的元宝 挨家一户 这家分几箱 那家分几箱 这么好 那你们家是汉族还满足 汉族 是考公民的 科举考试的 对 还到我们家 还搬上了很多箱 我的爸爸的姥姥 曾经在小时候进宫 去见慈禧 当时是把所有的一些 在京城的一些 官宦的子弟 那小孩给招来 然后过节什么的 他曾经亲眼见过 对 是有这么一个传统 然后到了民国时期呢 就是家里边属于 不能说是大富大贵 但是呢 也算是生活无忧 至少是个中产阶级吧 但是这都是原罪啊 哪怕你是中产阶级 你有点文化 你有点这个身份 这都是要被打击 那毛泽东恨死了 是的 我的爷爷是当时国民政府 当时他很年轻啊 也可能20岁左右 国民政府在北京的 某个派出所的警长 所以说他属于 叫旧官僚旧官员 虽然他是很基层的干部 但是后来也是历史反革命 因为你曾经佩戴过 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奸章 你曾经是这个旧政府的 他就完全无情打击 这叫镇压反革命 对 然后我奶奶呢 曾经在教会的学校当老师 教会教 当然了共产党来之后 所有教会全部关门 是德国的天主教教会 全部关门 全都不能让再开了 所以说他也属于有原罪 所以说我们家又有房子 就是叫做房产主 房产主跟地主是同等待遇 可能比地主好点 因为在城市里边 但是也属于这个 被打击的对象 地富反患有的其中之一 所以我爸爸呢 就是从小呢 看着我们家的邻居 就经常甚至出现这种满门的灭门的这种惨案 就是红卫兵闯进去 把全家人就是说起来 就是 这确实是浩劫 浩劫 就是 对 我爷爷是被判了四年还好 还好 就是我们家没有人就是死亡 但是这种情况太多了 对 其实真的是 我这边我有几本书嘛 有一个那个谭松教授 我看到了 雪红的土地嘛 另外还有就是 格兰人叫Frank De Coulton 他写的这个三部曲 就是解放的悲剧 毛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我采访了过他 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跟他有个对谈 他刚出这本书的中文版 对 他其实那个书 出来并不晚了 好像2010年 2012年左右出的嘛 好像是 让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是 以前那个 两讲到朝来讲的不错 万恶诽谤 所以我说 我对共产党是国仇家恨 国仇是 看看他这些历史书 没有办法看下去 家恨呢 就是自己家里的情况 就是他没有 这些事情 罪行造成了之后 没有任何道歉 没有任何的追责 没有任何的反省 就是 好像这事是 过去就过去了 最可怕的是 习近平上任以后说 文革前后 要互不否认 这很可怕 十年浩劫 中国共产党 把他定义的浩劫 他说不要否认 改善叫艰难探索 杀人叫艰难探索 那你说跟人体实验一样 活体实验 艰难探索 他以后还会再探索 所以就是很可怕的地方 就在这了 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这句话呢 你如果从 从共产党的逻辑上 也没有错 为什么呢 他不管做什么 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 那么他之前杀人 是维护党的统治 他现在改开放 并不是真心的说 让人民生活好 但是他也在维持他的统治 在拯救他的 就是共产党的生存 如果他以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那接下来他干什么事呢 你不知道 可能更疯狂的事情 他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余英石 普林斯顿历史学家 余英石他讲说 中国共产党 他本质就是流氓 他是以维持他的权力 享受权力 作为最高的原则 其他的什么自由 民主 人权 科学 完全不太考虑之类 他讲的这个确实是 一身见血了 一身见血 就难以想象 就是说日本人 说有一些惨案 或者造成一些 南京大屠杀之类的 这些事情 中国人做的 简直就是比这个 过分多少倍 后来呢 说我们的手段 是不是太残酷了 这毛泽东回去 写考他报告 他说这些地痞流氓 向来为我们 中国这个社会的不齿 他才是我们革命 最勇敢 最坚决的拥护者 跟流氓合流 所以这个是 真的可怕 真的可怕 不过我是觉得台湾 你刚才讲的 就是台湾要守住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自由民主的 台湾一定要像灯塔一样 说你没办法去 战胜黑暗 不过你可以放松光明 所以台湾要做一张灯塔 先用一切的力量 把台湾为这个 用方块字的人 留一片净土 一块蓝天 这要守住 所以守住就有机会 看到这个 沈州大地 将来重回这个民主自由 就是活得像人一样 这个方块字 同时还是也要走向国际 托亚入欧 对吧 跟日本一样 对 就是跟国际接轨 现在我看到很多人 香港人反应 就是说觉得做生意啊 或怎么样啊 感觉像台湾没有那么国际化 香港的很多事情 都特别顺畅就可以完成 就按照英国制定的那套规则 但到台湾呢 就是一种人情社会 什么事还是有点看人情 虽然它是法治国家 但是就是跟香港那种 一板一眼 认真做事的 还是有很大差别 您肯定有去感触 这个就是以前 那个刘晓波不是讲吗 中国人呢 要被外国人 殖民300年 才可以这里改变 台湾 当时 当时不是有这个什么 中国的记者来台湾吗 就是 1945年 日本走了之后 好像叫萧钱 什么 他就写了说 哎呀 台湾比 这个中国进步太多了 很担心 到时候中国人来啊 会把他搞成搞 搞烂了 我记得其实很难过 英国人花了150年 把香港造成 真的是很好的社会 虽然人家说香港没民主 不需要 英国民主 民主以后 他把香港造成 非常自由 高度法治的社会 这是 这真的很东方之珠啊 对 未来就是 自然下去就会民主 英国就会给香港民主 就算没有 这个1997 慢慢慢慢继续下去 到现在这个年代了 2024了 香港早就民主了 对 所以说香港那个 以前总督彭蒂冈嘛 他写了一个香港日记 后来台湾给他翻成 翻了一字 那我帮他写序 写序我的title就是说 21世纪难以想象的悲剧 一号东方之处啊 背对牛猫来把他踩碎 这很遗憾 而且这次我在访问台湾的时候 跟很多的 就包括政大的刘友谭教授 其他的一些 这个专家在聊的时候 就感觉有一个大家反映的问题就是 台湾的转型正义还没有完成 台湾还是残留党国的这些遗毒 这是一个现在需要进行排毒 不过去啊 尽量让它过去 台湾第一个 我们要如何建设这个新兴的民主国家 那么要给它什么样的文化的内涵 当然我现在是最近常常讲这个启蒙啊 其实我是把这个人类文明啊 我是区分为几个大块嘛 渔猎文明 农业文明 进到工业文明 我们现在是 现在人类的这个文明是从 18世纪启蒙以后 整个完全脱胎换骨 尤其是这个新文明的最伟大的成就 其实在过去70年出现 所以我说1950年台湾的 个人公民所得啊 才100多块美金 那么2022年到了 3万2千美金 成长200多倍 就是过去启蒙运动啊 经过各种酝酿 二战以后 突然这个串起来 虽然在我看 就是成仙成佛这种境界 那么共产党呢 把中国人还捏在一个 心态原始的这个状况 这个是对中华民族 最大的这个罪恶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下个 这段聚会聊 咱们今天就这样聊 好 没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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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